好,各位考生,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有关要求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扣除,利息 我们在这里讲的第四个利息费用主要是指的是费用化的 我们借记财务费用当中的一些利息支出 那么对于利息要不要调,怎么调 我们按照这张表格规定来执行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情况,横过来看 第一种情况指的是向金融企业借款 也就是说你现在向金融企业借款 那你要付给金融企业一些什么,利息 这个时候的利息该怎么扣 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 金融企业的各项存款利息支出和同业的拆借利息支出 企业经过批准发行的债券的利息支出 我们均可以干嘛,据实扣除 也就是说,简单的讲 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向谁借钱 向金融企业 这个金融企业简单的都是指的是 我们向银保监会监管的这些金融机构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企业发行债券 那企业发行债券我们是要经过审核的 那所以说企业发行债券之后 你按照这个债券所支付的这些利息 那么我们税法都是什么承认的 能理解了吧 也就是说你向金融企业借款 我不管你借了多少本金 不管银行给你多高的利率或者多低的利率 那么这些都受我们国家银保监会的监管 那么这个利息我们税法承认 按照什么,据实扣除 有多少扣多少不做调整 那这是第一种 第二个,你是向谁借了 向非借用企业借款 包括向自然人借款在内 那么我们都是按照非借用企业来借款 如果说你现在向非借用企业来借钱了 这个时候那就脱离了这个银保监会的监管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的利息原则上是要进行调整的 这么调两种情况 第一个,向谁借 如果说这个非借用企业跟我没有关联关系的 对于关联方的判定的话 我们在第十二章 特别纳税调整里面 我们会给各位考生做介绍 也就是说你现在向一个非借用企业借钱 那比如说我向一个A公司借钱 这个A公司它不是金融机构 跟我又没有什么关联关系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利息怎么调 非借用企业向非关联方的借款的利息支出 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 我们可以干嘛 据实扣除 超过的部分我们是不得扣除的 也就是说你现在向谁借钱 向非金融企业借钱 跟我没有关联关系的非金融企业借款 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是不调本金 只调利率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能够借多少钱 我不管 本金你借了多少钱 我不管 但是利率不能超标 也就是说不能够超过银行同期同类的贷款利率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现在借了一千万的本金 你借了一千万的本金 你们约定的利率 比如说是10% 年化利率10% 那这样子的话 你一年要付给对方一百万的一个利息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这一百万是向银行借的 那么银行的同期同类的贷款利率 他可能只给你8% 那么也就是几万 80万的利息 那这个时候是怎么讲的 按照我们这里面的规定 就是说你不能够超过 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数的部分 我们预扣除超出部分 不许扣除 就是说你这个时候本金有多少 我不管 但是你约定的利率 你的利率是不能够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 超出部分就不能扣 也就是说 你现在借了一百万的本金 约定的利率10% 那一年发生利息一百万 我借其财务费用 但是我们如果说这一千万是向银行同期同类 是向银行借的 那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是8%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税法只承认几万的利息 80万的利息 那么你现在实际支出多少 一百万 超标多少 二十万 那么我们要调增二十万 就这么出来的 清楚了没有 那么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 如果说你现在向谁借 向关联房借了 也就是你这个费金融企业 跟我有关联关系了 有关联关系了 那这个时候 对不起了 我们又要调的东西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 企业从其关联方 接受的债权性投资 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 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 不得在计算 在这里面我们就要考虑一个比例 一个叫做债权性投资 还有一个是什么 权益性投资的比例 权益性投资就是什么 股权投资 我们最常见的我们讲过股权投资 因为你现在向谁借钱 向关联方借钱 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借 可以借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个叫做 关联债资比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的借款和你的投资 是有上限的 你借款和投资有上限的 也就是说这个比例原则上为多少 2比1 我们一般性考的是其他企业 金融企业是什么 5比1 我们一般性很少考你金融企业的 我们都是非金融企业 那么一般性都是按照其他企业 按照2比1的比例 这个2比1的比例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向关联方借钱 是不能够超过这个关联方 对我的权益性投资几倍 2倍 这叫做2比1 我现在在这先说一下 那待会我再举个例子 然后首先第一个 你要调本金 调完本金之后 我还要再干嘛 调利率 为什么 毕竟你是向谁借 向非金融企业借款 那你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话 你的利率肯定要调啊 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所以说企业从其关联方 取得的没有超过债权性投资 以权性投资的比例规定的 这个债权性投资 而发生的利息支出的部分 就是没有超过 这个关联债资比的部分 那么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利率所计算出来的数据部分 予以扣除 超出部分 不得扣除 那在这里面 又要调什么 调利率啊 简单的举个例子 你们听一下 现在呢 你向谁借 向关联方借 你向关联方借了 借了多少呢 借了1000万的本金 本金是1000万 那么还告诉我们约定的利率 10% 也就是一年发生时机 利息是100万 对不对 但是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是多少 百分之几 8 那么现在呢 这个关联方呢 对我的权益性投资是多少呢 比如说 这个权益性投资是300万 那在这里面是什么意思 首先关联方对我的权益性投资 只有300万 第一个 你现在向关联方借了多少 借了1000万的本金 这1000万的本金税法承认吗 不承认 至少不是全部承认 部分承认 首先第一个调本金 本金的话 你向关联方借钱 可以吧 可以的 这个债权性投资 这个借款的金额 是不能够超过权益性投资的几倍 两倍 也就是说 我们税法只承认多少本金 300万的两倍 600万 那这是第一个 我们税法只承认600万的本金 那你还有400万 本金所发生的利息 当然税法是不承认 那这是一个 第二个 在这个关联债资比以内的部分 也就是说 这600万里面的本金 我们的利率 又不能够超过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也就是我们只承认几万 48万的利息 这就是一个什么 限额 那么现在实际支出多少 100万 那么我们纳税调增 多少 调增 52万 调增52万 就这意思 看懂了没有 也就是说 你向关联方借钱可以吗 可以的 首先第一个调什么 调本金 本金不能够超过该关联方对我的全新投资几倍 两倍 现在关联方对我的全新投资是多少 300万 那么我们只承认多少本金 600万 好 600万的本金部分又不能够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为什么毕竟是像非金融企业借款利率不能够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8%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税法只承认多少利息 一年只承认48万 那么现在你实际的利息是多少 因为你实际借了1000万的本金 约定的10%的利率 那么实际一年的利息有100万 但是我们税法只承认几万 48万 那么超标多少 52万 纳税什么 调增52万 就这么出来的 看懂了没有 有些人在问老师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考虑一个关联债资比的问题 其实你们今后去学 那你们采访 我不知道你们采访里面有没有讲过 如果说企业要去融资 到底是借款好 还是投资好 吸收投资好 还是借款好 我个人 如果说我们不考虑什么 不从财管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从一个很通俗的 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一个问题的话 你要想到一个点 什么问题 就是说借钱永远比投资好 借款也就是我们讲的债权性投资 要比这个什么 全性投资要来的好 为什么 我举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你就比如说 你现在公司要扩大再生产 要融资 你要么吸引投资 要么就去干嘛借钱 借钱的话 我说的难听点 我们前提是能够可失去经营的情况下面 你向别人去借钱 我爱乎你的负债就稍微大一点 道理来讲 就是约定一个利率的问题 你付给人家多少利息的问题 按照持续经营的假设的前提下面 你不管借多少钱 不管利率有多高 早晚有一天 你都会连本带利的把钱给还清 这家公司还是你的 你能懂这一次吧 但是吸收投资就不一样了 如果说我去吸收投资的话 这个时候会增加什么 增加股本 而不是增加负债 这是第一个 对不对 你股本增加的话 你原来的投资就会被什么 被稀释 对不对 我们从会计的角度上面讲 这会被稀释 这样子来的话 如果说你融资的规模更大的话 这家公司就改名换姓了 你没有控制权了 对不对 而且你还要注意的是什么 你一旦吸收投资的话 这个时候 我不管对方有没有取得控制权 你每对方拿到的每年都是什么 都是分红 而不是利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今后公司规模越做越大了 你想把这些钱还掉 对不起 那不叫还钱 这叫什么 这叫撤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 你还有吗 我就问了 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 我们在民间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一直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 借钱要比投资好 只要你能够借到钱 尽量去借钱 不要去搞投资 不要去吸引投资 是这一次 另外我们从税法的角度上面 也要考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一个什么 叫做资本弱化的问题 这是我们 在第十二章 特别纳税调整当中 我们会讲到一个资本弱化的问题 就是说 明明应当做投资 你不去做投资 而去做了什么 借款 因为从税法的角度上面来讲的话 债权性投资 这个借款 我付的 出去的是什么东西 利息 利息是在税前扣除的 而我们做这个权性投资的话 我付出去的是什么 分红 分红是在税后扣的 你现在税法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一个是税前扣 一个是税后扣 税后支出 一个是税前支出 一个是税后支出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 税法也要考虑到它自身的一个特点 所以说 它不是说不让你向关联方借钱 行 你可以向关联方借钱 但不能借太多 因为一个关联方 比如说像这个案例当中 关联方对我的投资是三百万 你现在向关联方借钱 你借个一两百万 没问题的 对不对 但是你一旦借的太多 我们就认为应当做投资 你没有去做投资 而去做了什么 做了借款 做了负债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叫做什么 资本弱化 那这种资本弱化的话 我们要进行特别纳税调整的 就是要干嘛 调本金 调利率 是这意思 能理解了吧 所以说 纵上所述 我们把这个利息的调整的话 我们归纳出来一张表格的话 就是说 首先你要看清楚 这个利息是向这个借款 向谁借的 如果说你是向金融企业借款 我们是什么 全额扣除 不做调整 这个利息有多少 扣多少 不管你向这个金融企业 借多少本金 约定了多少利率 那么只要你是向金融企业借款的 我们都是什么 全额扣除 不做调整 清楚了没有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如果说你向非金融企业借款 包括向自然人借款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要考虑 这个非金融企业 或者说这个自然人 跟我有没有关联关系 如果说是非关联方的 我们是不调本金 只调什么利率 本金我们不调 只调什么利率 不得超过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 超出部分 不得扣除 如果说你是向关联方借钱的 你向关联方借钱的话 我们要调两个 第一个 先调什么 本金 本金的话 一般不超过关联方 对我的全益性投资的几倍 两倍 金融企业是五倍 我们一般很少考金融企业 对不对 我们就是两倍 以内的 超过两倍的 本金我们税法就不承认了 那么两倍以内的本金部分 我们再调什么利率 不超过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 那计算出来的就是 我允许扣除的利息支出 和我实际的利息进行比较 差额要进行纳税什么调增 能理解了吧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利息 当然还有一个是比较特殊的 就是说这个企业发行债券 融资债券您企业发行债券 接发行债券 我们是有程序 是要进行审核的 那么这个时候 当然你发行债券之后 那么所支付的利息 我们税法是承认的 有多少扣多少 清楚了没有 那么在这里面 还有个提示 如果说能够按照税法 及其实事条例 有关规定 能够提供相关资料 并且能够证明 相关交易活动 第一种情况 是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 这是第一种情况 或者该企业的实际税负 高于境内的 不高于境内关联方的 那么实际支付给 关联方的利息支出 我们不做调整 予于什么扣除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这里面的 利息调整 有两种情况 我们就不用调了 第一种情况是什么 第一种情况 是符合什么 独立交易原则的 也就是说 你作为纳税人 你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 能够证明 你的这个交易 是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 那这个时候 OK 我们不做纳税调整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是什么 这个税率的问题 什么叫做税率 那你想 我现在利息要支出 那么利息一旦支出的话 就要在什么 税前扣除 那对方拿到的利息 就要干嘛 交税 你要确认收入的 是不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不高于 那该企业的实际税谱 是不高于境内的关联方 不高于就是什么 小于 不高于吗 就小于吗 你比如说 有可能我们公司 听好了 我们的公司呢 可能注册在哪里 注册在这个西部省份 那么西部地区呢 符合条件的话 税率是15% 那15% 然后呢 我付给的对方的利息 比如说关联方的利息 我这个关联方在哪里 在上海 那试用税率是25% 那么你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 我们是这么讲的 你从西部省份支付给上海的关联方 你这个利息 你要在你所在的企业的税前要扣除 这样子的话 比如说我们按照100万来算 按照刚刚那个利率来算的话 100万 如果说不扣 我是在当地只交15%的所得税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扣了 扣了100万的利息了 我上海就要收到这100万的利息 这个收到的利息 上海收到的利息要做为什么 你要交税 交多少 交25的所得税 这样子一来的话 你会发现什么 我几边扣了 我西部省份 无外乎就是少交15万的所得税 而上海就要交多少 交25万的所得税 那站在全国统一市场 我们现在不是讲统一市场吗 你站在全国的角度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国家的整体税负并没有什么减少 整体税负不减少的话 那么我们也不让你做纳税调整了 能理解了吧 这两个比较特殊 了解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利息怎么调 就按照这个逻辑图来调 看向谁借的 像银行借的 金融协借的 不做利息调整 利率 这个本金利率都不调 有多少扣多少 如果说你是像谁借 像非金融企业借款 包括像自然人在内 那么我们要看 有没有关联关系 非关联方的 不调本金 只调利率 利率不超过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超出部分不得扣除 如果说关联方的 先调什么 本金 本金的话不超过银行 这个首先本金不超过 该关联方对我的全新投资几倍 两倍 两倍以内的本金 再调什么 利率不超过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然后再跟实际利息进行比较 超出部分浪税调什么 调整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 我也说一下 没有特别说明的话 除非题目告诉你是关联方 一旦告诉你关联方 他肯定会告诉我们 全新投资的金额的 没有说是不是关联方 那默认都是什么 非关联 这倒知道一下 我们来看几道例题 某公司20年财务费用当中 包含两笔利息 第一笔呢 以年利率8% 向银行借入的9个月的 生产周转用的资金 300万元的贷款利息 第二个 包括10.5万元 向非金融企业借入的 与银行同期的 这个生产周转用的 100万的 100万元的借款利息 那问你 20年度可以在计算 因纳税所得时 可以扣除的利息费用是多少 两笔利息嘛 对吧 第一笔你是向谁借的 向银行借的 有多少扣多少 那这笔利息是多少 借了多少钱 300万 年利率百分之几 8 借了几个月 9个月 12分之9 那这就是我9个月的利息 这个是允许你扣的 有多少扣多少 第二笔利息 向谁借的 向非金融企业借 没有说是不是关联方 我们默认为什么 非关联方 我们默认为非关联方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 既然是非关联方的 非金融企业 我们不调本金 只调什么利率 OK 借了多少钱 这个100万元 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题目给了 百分之假 期限几个月 他说是与银行同期的 那么也就几个月 9个月12分之9 那这两个利息 就是我们税法承认的 允许你在所得税前 于什么扣除 这是第一笔利息 两笔利息 看到没有 那么合计是多少 24万 就这么出来 懂了没有 那当然如果说 我问你纳税调整调多少 我问你调整怎么调 调整额是怎么算的 第一笔利息是不做调整的 我们只调第二笔利息 那第二笔利息的话 算下来和10.5万元进行比较 对不对 超出部分纳税什么 调整 清楚了没有 好 我们再看到立体 某生产企业 2021年的12月底 归还了关联企业 一年到期的本金 1000万 另外支付利息 100万 以至该关联企业 对该生产企业的 全性投资为多少 300万 那么银行同期利率 8% 问你利息调整调多少 那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算一个什么 限额 那这个限额怎么算 很简单 首先它是向谁借的 向关联方借的 那关联方先调什么 本金 它是生产企业 一般企业 几倍 两倍 那好 按照全性投资的几倍 两倍 也就是我们本金 只承认多少 600万 600万的本金 不在又不能够超过 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 8% 期限为多少 一年48万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税法承认的 当年实际承认的一个利息支出 多少48万 现在你实际发生利息费用多少 100万 超标多少 52万 纳税什么 调整 调整52万 看懂了吗 好 我们再看第五个借款费用 那前面我们讲利息费用呢 主要是指的是 记录到财务费用当中的一个什么 利息支出的一个调整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讲第五个借款费用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是要划分一个资本化和费用化的区分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括号 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当中 发生的合理的不需要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我们预扣除费用化 第二个 为了建造 购置 建造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或者说是经过12个月以上建造 才能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的存货 所发生的借款的 在有关资产的购置 建造期间 发生的合理的借款费用 我们干嘛 资本化 这个我们跟会计一样 对不对 那么作为资本化支出 记录有关的资产的账典成本 交付使用 也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以后 所发生的借款利息 我们干嘛 而进去财务费用 我们就在当机于什么扣除 第三个 企业通过发行债券 吸收存款 取得存款 吸收保护储金 等方式融资 而发生的合理的费用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记录到有关的资产账典成本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作为什么财务费用 所得税钱 与据实扣除 基本这里面 我们讲借款费用 资本化 费用化的花分 基本上跟我们会计保持一致 我们来看一下去年考的一道多选题 企业因为下列行为 所发生的借款费用 应当作为资本性支出的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什么 资本化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为了购置固定资产 所发生的借款 那么该固定资产 购置期间所发生的 合理的借款费用 资本化 B选项 企业为了购置 无形资产 所发生的借款的 那么该无形资产 在购置期间 所发生的合理的借款费用 资本化 C选项 经过六个月建造 才能达到可销售状态 存货而发生的借款的 那么在该存货建造期间 发生的合理的借款费用 不是 这里面我们必须要达到多少 12个月以上 这注意时间 B选项 为建造固定资产 所发生的一些借款费用 为该固定资产建造期间 所发生的合理的借款费用 资本化 没问题 选的是ABD 选的是ABD 好 我们再看第五个 汇兑损失 企业在货币交易 以及年 纳税年度终了时 将人民币以外的货币资产 负债 按照期末G7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 折算为人民币时 所发生的汇兑损失 那除了有关的资本化 记录有关资产成本 以及向所有者 进行利润分配以外 那么我们都预议什么 记录到财务费用税前扣除 这个都跟会计处理一样的 费对损失 我们税法是承认的 所得税前于扣除 第七个经常考 业务招待费 我们来看一下 企业发生的与生产建议活动 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 我们按照一个标准 一个限额 标准 我们是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百分之几 六十 我们叫做一个标准 这是我们标准 但不能超过当年营业收入的 百分 这个千分之五 这个我们叫做一个什么 限额 也就是业务招待费 我们按照一个标准 一个限额 标准的话 我们是按照发生的百分之六十 但这百分之六十呢 又不能够超限 也就是不能够超过 这个当年营业收入的多少 千分之五 这大家知道一下 好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这个千分之五的基数 不要了解一下 作为业务招待费的扣除的 限额的计算基数和收入范围 是指的是当年的什么 主营业务收入 加其他业务收入 再加什么 视同销售收入 比如我们所讲的这个 千分之五的基数 包括三笔钱 哪三笔 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和什么 视同销售收入 但是不包括什么 营业外投资收益 营业外和投资收益 我们是不包括的 清楚了没有 好 再看第二个 对于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企业 那么对其从被投资企业 分得的一些股息 红利 以及股权转让收入 我们可以按照规定的比例 计算业务招待费的扣除限额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首先你要明确 它是什么企业 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企业 你作为一般企业 你拿到股息 红利 你拿到这个股权转让的这个差价 我们都是记录到哪里 投资收益当中去的 对不对 那投资收益原则上是不能够作为千分之五的基数 但是反过来了 现在你是什么企业 专门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企业 那么你这些企业拿到的股息 红利 股权转让收入 这是你的什么 主赢 那既然是你的主赢 就可以作为什么千分之五的基数 清楚了吧 好 第三个 筹建期间 筹建期间你是没有收入的 有收入那不叫筹建 对不对 因为筹建期间你没有收入 你千分之五就是零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不用考虑千分之五了 也就是说 企业在筹建期间 发生的与筹办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 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实际发生额的百分之几 六十 我们就按照发生额的百分之六十 我们记录到哪里 记录到这个开办费里面去 我们就记录到开办费 筹办费 按照有关规定 按照筹办费的要求 我们在所得税前于什么扣除 所以说在这里提示 业务招待费 我们调整的原则 我们就叫做一个标准 一个限额 标准 我们按照发生额的百分之六十 限额 千分之五 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 那你要知道一下 营业收入包括哪些 主营加其他业务收入 再加什么 市同销售收入 作为千分之五的基数 按照什么 输低原则 你现在是要在税前扣吗 肯定是哪个小扣哪个了 对不对 百分之六十和千分之五 进行比较 哪个小扣哪个 然后再跟实际发生额 进行比较 哪个小的 和实际发生额 进行比较 超出部分 纳税什么 调整 就这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几道题目 单选题 能够作为业务招待费 扣除激素的 那么业务招待费 扣除激素的三个 第一个 主营业务收入 第二个 其他业务收入 第三个 市同销售收入 首先 A选项 让度固定资函 使用权的收入 这是什么 其他业务收入 作为千分之五的基础 B选项 因为债缺人的原因 确实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 记录到哪里 营业碗 C选项 转让无形资函什么 所有权 无形资所有权 这个应该是记录到 资函组组损益当中去的 B选项 出售固定资函的收入 也是记录到哪里 资函 组组损益里面去 这要知道一下 所以说 作为千分之五的基础 的话 应该选的是什么 A 选的是A 好 我们再看到题目 某生产企业 二一年 取得产品销售收入 是五千八百万 包装物的出租收入 是两百万 转让商标所有权的收入 是两千万 接受捐赠的收入 是二十万元 债务重组收益 十万元 当年实际发生 业务招待费一百万 问你 可在税前扣除的 业务招待费的金额是多少 那好说 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一个标准 一个什么 限额 标准 我们是按照 发生额的百分之几 六十 几万 六十万 对不对 一个标准 一个限额 标准我们就按照 发生额的百分之几 六十 限额 也就按照 营业收入的多少 千分之五 营业收入等于什么 主营业务收入 加其他业务收入 加什么 事同销售收入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看一下收入 产品销售收入五千八 这是什么 主营 包装物的出租收入 这是什么 营业外 转让商标所有权 这是无形资产转让 所有权的收入 资产组组损益 接受捐赠 营业外 债务重组 营业外 那好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 千分之五的基数就是多少 五千八 加多少 两百 六千万的多少 千分之五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算下来 是多少 三十万元 那题目问的是什么 可以扣除的业务招待费的金额 哪个小扣哪个 扣多少 三十万 选的是低 但是如果说问你纳税调整 调整怎么调的 我们税法 只允许你扣几万 三十万 实际支出是多少 一百万 超标多少 七十万 那么纳税调什么 调增多少 七十万 听说了没有 好 我们再看第八个广告宣传费 也是经常考的 基本上是必考的 像我们的工资的三费 利息 这个业务招待费 然后这个广告宣传费 基本上每年都必考的 那么广告宣传费怎么扣 我们看企业 首先第一个一般企业 没有特别说明的 我们叫做一般企业 一般企业的话 广告宣传费的话 是不能够超过当年营业收入的百分之几 十五 那这一般企业 好 我们再看几个特殊企业 三个 第一个 化妆品的制造或销售 第二个 医药的制造 第三个 不含酒类的饮料制造 那么这三个企业的广告宣传费 百分之几三十 不得超过当年营业收入的百分之三十 还有一个是什么 烟草企业 吸烟有害健康 那这个时候我们广告宣传费是什么 一分都不能扣 全额纳税调整 全额进行纳税调整 这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 那本身我们烟草企业的话 它税幅就很高啊 那这个时候本身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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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的话 我就不好意思多说了 消费税率我们没学过 这个 这个增值税我们就不谈了 这个百分之十三的增值税 然后 烟草的话 收购烟业的 我们要交百分之二十的烟业税 然后呢 这个卷烟 烟丝啊 它都有消费税啊 比如说你这个卷烟的话出场 负荷急增 批发又是负荷急增 等等 那所以说这里面的税幅是比较多的 税幅是比较重的 我们烟草集团嘛 基本上 我们基本上 这个没有什么很多的税收优惠的 你们记住 税幅又重 而且没有什么税收优惠 这个我们国家的第一大纳税大户 这个不过你们去天眼查 不是有个APP叫天眼查吗 你们到天眼查里面去查看中国烟草集团 这个公司信息有的时候还挺莫名其妙的 显示的是小微企业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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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有的时候挺莫名的 只不过在我们 在我们国家烟草的话 真的是纳税大户 而且我们国家从来不说什么 禁烟 只说控烟 有没有发现 你要禁烟很简单 你把所有的烟草公司把它给取缔掉了 国家会取缔吗 不会取缔 它是纳税大户 没办法取缔 我们只能进行什么 控烟 我们我们从来不说禁烟的 我们只说控烟 对不对 而且而且各个省份 它都有一个烟草集团 都有一个烟草公司 你比如说像我在上海 那个上海的话 我们在那个长安楼上面 上海洋谱区的那个长安楼上面 就是那个上海烟草专卖局 旁边就是上海烟草集团公司 就上海烟草 这个上海烟草集团公司 我们上海税务局 每年都会把上一年度的百强纳税大户都会公示 但是你从第一名到第一百名 你去看 你去看 没有上海烟草的 没有上海烟草集团的 为什么 因为上海烟草集团 它是不参加这个纳税评比的 它不能够去参加 为什么 如果说上海烟草集团去参加纳税评比的话 第一名 肯定是它 而且离跟第二名的纳税金额差距 对不起 不是一点点 是很多很多 这个金额不能够公开了 这个金额就不能够公开了 所以说 而且你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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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简单的讲 你这个烟草公司 一年交多少税 这个税款其实是机密 这个应该是保密的 这信息是保密的 而且这个保密的话 这个不便于公开 那另外有一些人 睡法学得好的人的话 基本上 能够推算得出你这个烟草公司 一年的营收大概有多少 基本上 倒算都能算得出来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 原则上我们就不公开了 也就不参加什么 这个评比了 所以说你什么时候 听说过中国烟草集团 它是不是世界500强 世界500强 里面从来不加烟草集团的 不加的 不敢加 不能加 对不对 它真的是不能加 这个加的话太可怕 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说大家知道一下 那好 也就是我们广告宣传费 怎么扣 三个比例要知道 首先一般企业 百分之几 收 三个特殊企业 这三个特殊企业 我要强调一下 一个化妆品 一个医药 还有一个什么 饮料 不含酒精的一些饮料 不含酒类的饮料 但是我要说一下 这个企业类型 要讲清楚 化妆品 它既有什么制造 也就是生产 也有化妆品的 什么销售企业 但是医药和饮料 它只有制造 没有销售 你说一个什么 医药销售企业 什么饮料销售企业 那么这种销售企业的话 它只能按照一般企业 食物来进行扩除的 这一定要去注意 这里面几个文字的表述 我看得清楚一点 也就是说化妆品的话 它既有制造 生产 又有什么销售 而医药 它只有制造生产 饮料也是只有制造 生产 它没有什么 没有销售 看懂了没有 这个30% 烟草一分都不能扣 这大家知道一下 那第二个要注意的是什么 我现在如果说是15%也好 30%也好 这个营业收入的15% 营业收入的30% 请大家注意一下 和我们这个业务招待费的基础 有一定的共性 也就是我们业务招待费 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 和我们广告宣传费的15% 30%的基础是一样的 三笔金额 主营加其他业务 加什么 时通销售 懂了吗 另外 如果说我现在广告宣传费 超过了当年营业收入的15% 或者30%的话 怎么办 我们超出部分准于在以后纳税年度什么 接转扣除 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什么东西 我们在之前讲的职工教育经费 因为职工教育经费的话 我们当年是不得超过工资总的百分之几 超出部分怎么办 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接转扣除 广告宣传费是一样的 不得超过当年营业收入的15%或者30% 超出部分怎么办 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接转扣除 也就是说我今年超过了15%了 那超出部分我不能扣 要纳税调升 但是到了第二年 我第二年的广告宣传费 并没有达到我第二年营业收入的15%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今年超标的部分 可以接转到哪里 接转到明年去 但是最多又不能够超过 我们明年的收入的15%或者30% 就这意思 懂得没有 好 那么在这里面还有几条要注意的是筹建 前面讲业务招待费筹建 那么筹建没有收入 千分之五不考虑 我们就是按照发生额的60% 对不对 那好了 现在是什么 广告宣传费的筹建 那广告宣传费 我们在筹建期间 你没有营业收入 15% 30%就是零 那怎么办 我们就是按照广告宣传费什么 全额 实际发生额 记录到筹办费 按照规定 予以扣除 懂了吧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是关联企业的广告宣传费的分摊 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CPA里面 也不会去特别强调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表述 这表述都是挺拗口的 他说的是 对于签订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分摊协议的关联企业 其中一方发生的不超过当年 营业收入税前扣除 比例内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支出 可以在本企业扣除 也可以将其中的部分或者全部 按照分摊协议 规及到什么 另外一方 那么计算另外一方的广告宣传费的支出 那么限额的时候 我们按照上述方法规及至 本企业的广告宣传费 我们不计算在内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关联企业 那关联企业的话 有可能我们整个集团 广告宣传费呢 关联企业直接要进行分摊 比如说我们55开 64开都可以这么约定的 那这个时候广告宣传费 集团的广告宣传费的话 该怎么办 我们是在限额内分摊 我们强调 先算限额 我们是在限额内进行什么 分摊 我们是在限额内进行分摊 那么这个时候 你分摊到别的企业的话 那这个分摊的金额 你不去参加这个相应的 这个15%和30%的一个计算 什么意思 你看一个案例 他这么说的 A和B是两个关联企业 关联企业 那么根据双方的广告 广告费的分摊协议 约定 A公司21年度广告费的40% 让B去承担 让B来扣 那么现在是这样子的 他这么说的 首先看一下A公司 假如说A公司21年度的收入 有3000万 营业收入有3000万 当年实际发生广告费是多少 600万 那么扣除比例 按照15%来扣的话 首先第一个 A公司如果说不分摊的话 它的广告宣传费的扣除上限是多少 450 450 还能懂这一次吧 也就是说 如果说现在没有这个40%的一个分摊协议的话 也就是说 我A公司当年实际支出多少 600万 税法允许扣多少 扣450 超出多少 超出了这个150万 这个150万 我们就进行纳税调增了 就这意思 但是现在有这个40%的一个分摊 那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要算一个限额多少 450 然后再什么 按照我们前面的说法 是在限额内进行分摊 A公司的广告宣传费的40%给B扣 并不是指的是实际发生的40%给B 而是限额的40%给B 也就是说 我A公司让B去扣多少 限额的40% 多少 180 那剩下来的270 A公司来扣 听到东西 A公司扣270 B公司扣多少 扣180 但是呢 往后截转的话 截转还是截转多少 还是截转150 为什么 因为站在A公司角度 我没有分摊的话 我允许扣多少 扣450 实际支出多少 600 超标多少 超标150 我这150 就是什么 纳税调整 这150 就是纳税调整 那现在有40% 40给了B了 这40%并不是按照实际发生给的 而是按照限额来给 那你别管了 超过限额的 你仍然是不能够扣的 就这意思 所以说 我们A公司的话 首先算限额 450 应该收录的15% 450 那么 将限额的40%给B 180给了B 那剩下来450 减180 270 我A公司自己扣 问你超标 纳税调整多少 150万 就这意思 再看B B的话 假如说当年的收入 营业收入是6000万元 广告费 实际支出 1200 扣出比例还是15%的话 那你看 B公司的限额是900万 也就是6000万的 百分之下 15 900万 这是一个 然后 A公司分来多少钱 分来了180 这个180 是按照A公司的限额 来的 是限额 A公司限额的40%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180 其实应该 本质上应该算是A的 懂这意思吧 本质上算是A的 那现在给了B 那这个时候 B应该扣多少钱 应该扣的是1080 为什么 这个180 你不参加15%的计算 也就是说 问你B公司应该扣多少广告宣传费 自身的15%的限额 900万 再加上A公司给过来的180 等于多少 1080万 就这么回事 B公司当年扣广告宣传费 1080万 那问你纳税调整条多少 很简单 你自己管自己限额 如果你调整条多少 永远是看的是自己的限额 那我B公司的限额是多少 900万 实际支出多少 1200 超标多少 300 300万纳税调整 放到以后纳税年度 结算扣除 懂了没有 我们就这么算 这就是广告宣传费的一个 关联方的一个分摊问题 好 我们来看几道例题 企业发生的广告费 下列所得税处理表述正确的 A选项 酒类制造的广告费 不得扣除 那这个不是不得扣除 百分之几 15 酒类的话是15 我们按照一般企业 这是一个 只有什么不能扣的 烟草 B选项 医药销售企业的广告费 不得超过 营业收入的30% 予以扣除 我们医药的话 这个只有什么制造 没有什么销售 如果说医药销售的话 应该按照百分之假 15了 第三个 筹建期间发生的广告费 我们按照实际发生额 记录筹办费 按照有关规定 税前扣除 没问题 递选项 签订广告分摊协议的 关联企业 可税前 可以扣除的广告费 只能在 关联企业之间 平均扣除 这是错的 我们可以按照约定的比例分摊 但是要追的是什么 是在线额内进行分摊 我们在线额内进行分摊 所以说正确的 应该选的是什么 C 选的是C 好 我们再看单选题 20年 某市民企业实现 产品销售收入 商品销售收入是2000万 发生现金折扣100万 接受捐赠100万 转让无形战所有权20万 发生业务招待费30万 广告费240万 业务宣传费80万 问你可以税前扣除的 业务招待费和广告宣传费的核计数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业务招待费 那么业务招待费的话 按照一个什么标准 一个限额 对不对 标准的话 在这里面 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发生额的百分之下 60 业务招待费30万的60% 且不超过营业收入的多少 千分之五 那么营业收入 2000万算进去 现金折扣100万 记录到财务费用 接受捐赠100万 记录到营业外 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 自焊组资损益 所以说限额的话 就是按照多少 按照2000万的多少 千分之五 对不对 那么 哪个小什么 扣哪个扣多少 扣10万 那么这是一个 然后是广告什么 宣传费 那么广告宣传费的话 它是一般企业 没有特别说明的一般企业 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营业收入的百分之几 收 我们按照营业收入的 百分之十五 就是多少 300万 那好了 题目问的是 可以扣除的 业务招待费 广告宣传费的 合计金额 那就是应该多少 310万 那就是310万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里面的话 限额是300万 广告宣传费是300万 你实际支出是多少 320 你超标的 那只能按照多少 只能按照300万 哪个小扣哪个 对不对 选的是什么 选的是B 按照题目还没完 如果是问你纳税调整 我问你调整金额怎么调 怎么调 首先第一个 业务招待费 我们只承认几万 10万 业务招待费 我们只承认10万的话 实际发生额是多少 30万 也就是说 我们业务招待费的话 要进行纳税调增几万 调增20万 对不对 我们要调增20万 为什么 实际发生30万 税法承认几万 10万 哪个小扣哪个扣10万 那么超标多少 20万纳税调增 那么对于广告宣传费 怎么调 实际发生多少 204加80 320 税法只承认多少 300 纳税调增多少 也是20万 也是调增20万 懂了没有 那么问你 我纳税调整调多少 当年业务招待费 调增20万 广告宣传费调增多少 20万 只不过我说一下 业务招待费 你调增了20万之后 这个调增就调增了 这是永久性差异 但是广告宣传费 你说我调增20万的话 这个20万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感吗 接转扣除 听说没有 好 我们再看到单选题 某商贸公司20年筹建 当年没有取得收入 筹建期间 发生业务招待费是多少 300万 业务宣传费20万 广告费200万 问你 可以记录到筹办费的税前扣除 那筹办费的话 业务招待费 我们不考虑千分之五的 只考虑什么 发生额的多少 百分之几 60 对不对 发生的60% 广告宣传费是什么 圈额寄进去 全部寄进去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选C 好 我们再看第九个 环保专项资金 企业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提取的用于环保的 生态恢复等方面的专项资金 我们预期扣除 但是你提取后改变用途的 我们就干嘛 不得扣除了 也就是说你提取的 用于环保啊 生态恢复等方面的专项资金 我让你扣 这税法承认了 但是你提了以后 并没有用于环保生态恢复 改变其他用途了 不得扣除 第十个 保险费 那这个保险费是指的是什么 企业的保险费 所以说你看企业参加财产保险 这个财产是谁的财产 是企业的财产 这个财产是企业的财产 那企业给自己的 比如说厂房设备购买一些财产保险 那这个保险费 属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必要支出 我们税法承认于扣除 第二个 企业参加一些什么雇主责任险 公众责任险等责任保险 按照规定交纳的保险费 我们也可以在所得税前于什么 扣除 也可以在所得税前于扣除 好 那么这是一个 第十一个 租赁费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租赁的话有两种租赁方式 一种是什么 经营租赁 还一种是什么 融资租赁 那对于经营租赁所支付的租金 我们可以在税前扣除 如果说你租金是一次性支付的 我们干嘛 分期均匀 对不对 分期均匀扣除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 融资租赁 那融资租赁的这个租金的话 我们是记录到固定产账免成本 按照最低租赁付款额 我们是要进行什么 这就贪销扣除的 看到没有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 你所支付的这个租赁费用 我们应该作为固定资产的 这个价值的组成部分 这个也就我们融资租赁存则 我们租赁准则里面讲过的 这个我就不在这里说了 所以说在税把里面 租赁 基因租赁 融资租赁分开来 基因租赁的租赁费 税前扣除 如果说你这租金一次性支付的 分期均匀记录 融资租赁的租赁费 作为我固定资产的组成部分 干嘛 这就贪销 分期扣除 第十二个 劳动保护费 劳保费 那么劳保费的话呢 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劳保费支出 与什么扣除 那这个你扣去看看 关于这个什么 劳动保护费 和一个费用的区别 什么呢 和职工福利费的一个区别 那这个你们自己扣去看看 教材里面有 自己简单的做一个了解 因为福利费的这个范围的话 我在讲义当中便没有给出 但是给了教材的页 你们自己扣后翻一下教材 看一看 这个福利费的范畴 跟劳保费之间的一个区别 劳保费我们是全额扣的 不做调整的 福利费也可以扣 但不能超过当年工资的 百分之几十四 操作部分不得扣除 好 我们再看第十三个 公益性的捐赠 大一个五角形 那这个也是每年都考的 这个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了 那么首先 要讲捐赠支出的话 首先第一个明确一下 什么是公益性捐赠 公益性捐赠是指的是 企业通过公益性的社会团体 或者现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 用于这个公益事业捐赠法 规定的一些公益性捐赠 在我们税法里面 我们企业所得税会将公益性捐赠 我们后面这个个人所得税里面 我们也会将公益性捐赠 那对于公益性捐赠 其实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通过第三方的对外捐赠 我们叫做公益性捐赠 也就是你必须要通过什么 通过一些公益性的社会团体 或者现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 那这个我们叫做公益性捐赠 如果说你直接捐赠 你是在行善 但是我们税法不能承认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时候 你直接对外捐赠的这一笔支出 我们税法没有办法进行什么 甄别 它不像你如果说通过公益性的社会团体 比如说我像红十字会 像什么希望工程捐款 像民政部门捐款 那这个时候你都会取得 相应的一些公益性的一些财政票据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这些票据 我们能够进行追溯 这个没问题 我们税法就承认了 这是公益性捐赠 但是你说 我直接跑到西部省份 捐资助学 造了一所希望小学 捐了个几百万 造了一所希望小学 你是行善吗 是 但是你这个支出 我们没办法去承认 或者没办法进行追溯 懂这意思吧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 你如果说企业有直接 对外捐赠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全额进行纳税调整 我们说法就不承认 这种捐赠一分都不承认 我们全额进行纳税调整 懂了没有 知道 知道一下 那么这是对于公益性捐赠的定义 那如果说现在是符合公益性捐赠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扣 我们来看一下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我们在当年利润总额的12%以内的部分 我们让你扣 如果说超过了当年利润的12%怎么办 超出部分可以在以后三年内 结赚扣除 可以在以后三年内结赚扣除 这个就像我们这个什么 职工教育经费 广告宣传费 职工教育经费 广告宣传费超标的话 我们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赚扣除 它没有期限 但是我们这个公益性捐赠 如果说超过当年会计利润的12% 怎么办 我们可以在以后三年什么结赚扣 它有一个期限 三年的期限 这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在这里12%的基数叫做会计利润 这个会计利润是按照什么 按照我们的会计准则 会计制度计算出来的年度的会计利润总额 我们年度的会计利润总额 所以说有的时候 考题当中为什么要让我们去算利润总额 即便不要求我们算 我们都要去算 为什么 因为万一题目业务活动当中出现了一个公益性捐测 那你没办法 你这个公益性捐测 你肯定要考虑利润的12% 即便题目没有让你算利润 你都要去算一个利润 要不然的话 你这12%哪里来 对不对 就要注意一下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如果说没有在当年扣除的部分 也就超过12%的部分 我们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赚 但是结赚年限是自捐赠发生的四年起 最长不超过几年 三年 我们叫做三年内就算扣除 那么在扣除的时候 怎么扣 我们有要求 先扣什么时候的 以前年度的超标 再扣什么当年的支出 但不管怎么说 都不能够超过当年利润的7% 12 这是要求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你看一下案例 你就理解是什么意思 他这么说的 第一个案例 他说某企业20年截转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为多少 5万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5万什么意思 我20年的公益性捐赠 超过了我20年利润的12% 超过了多少 超过了5万 就是超标了5万 那告诉你 21年实际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是多少 8万 那么21年度的利润总额为多少 100万 那这个时候怎么算 你们记住这句话 你不用看 有的时候这些案例的话 我告诉你们 这个案例其实也不是我写的 这个真不是我写的 有的时候是总局给的一些案例 这些案例的话 他有的时候说的也挺啰嗦的 你看一下 他是怎么说的 首先当年21年的限额12%就是12万 那12万该怎么扣呢 先扣以前的再扣当年的 以前的是几万 5万 当年的多少 8万 那合计是13万 说明已经超过12万了 那超出的部分 这个1万元 我们要进行什么 结算到哪里 结算到2年 是这意思 但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你不能这么分析 我们分析该怎么分析 你要记住 首先我们这个限额 当年 21年 21年我扣除的限额 是按照21年会计利润的百分之几 12 就是12万元 对不对 那这12万应该怎么扣的 先扣以前的 再扣什么 当年的 听得懂这意思吧 以前有几万 有五万 我让你扣掉 当年应该扣几万 这样子一来的话 12-5当年是几万 七万 是这意思 看得懂了吧 五万是以前的 七万是什么 今年的 现在我实际支出是多少 八万 那么超标多少 一万 我们纳税调增一万 其实正好发简的纳税调整的话 应该是两个步骤 首先第一步 先调减几万 五万 为什么 这五万是以前年度的 你可把以前年度超标的五万 先放在今年扣 扣多少 扣五万 然后再调增一万 这个一万是什么 是这里面的七万和八万 超标了一万 那这一万 干嘛 调增 这个一万元 我们怎么办 放到二二年扣除 放到二二年扣除 是这意思 能理解了吧 我们再看一个案例 20年 超标 四万 那么现在21年 实际支出多少 七万 实际支出七万 21年的利润为一百万 你按照我刚刚的思路 你看一下这个限额 21年度的限额 按照什么21年度的利润总额的百分之几 十二 就是多少 十二万元 这十二万先扣什么 以前的 再扣什么 当年的 以前有几万 四万全部扣掉 当年最多扣多少 八万 那么现在支出几万 七万 有没有超标 没有超标 没有超标的话 OK 我们就什么 调什么时候的 就调去年的多少 四万条件就可以了 当年允许扣几万 其实当年允许你扣八万 应该这么难理解了 那么实际支出多少 七万 有没有超过八万 没有 那当年就不做纳税调整 是这意思 看懂了没有 所以说有些东西的话 我个人觉得 你不用把它想的特别复杂 其实这个东西画一画 不就都出来了吗 是不是 这个不就都出来了吗 好 我们再看第三个 第三个是经营新增的部分 了解一下 企业在非货币性资产捐赠过程当中 比如说 我捐赠一些物资 对不对 抗你物资 那你在捐赠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一些运费 保险费 人工费等一些支出 凡是纳入国家机关 公益性组织 开具的公益性捐赠票据当中的 数的部分 我们可以按照 公益性捐赠的规定 在税前扣除 如果说上述费用 没有纳入公益性捐赠票据记载的 我们按照相关的费用 在税前扣除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在捐赠过程当中 发生的这些支出 这个支出 我们该怎么去处理 就看你有没有票据 如果说 你能够取得公益性捐赠的 一些票据的 那我就把这些支出 作为公益性捐赠的 组成部分了 那按照公益性捐赠的 要求来扣 如果说你无法取得 公益性捐赠支出的 那么我们作为什么 作为一般的费用支出 我们按照一般费用支出 来进行税务处理 懂了没有 好 我们再看第四个括号 从19年到22年年底 到今年年底 企业通过公益性的 社会组织 或者县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组成部门 支出机构 用于什么 用于目标脱贫地区 我们不是已经 全面脱贫了吗 因为目标脱贫地区的话 这个公益性捐赠支出的话 我们是什么 据实扣除 全额扣除 不用考虑12% 如果说 我们现在都已经 全面脱贫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目标脱贫地区 已经脱贫了 那么在22年年底之前 你继续捐赠的 我可以让你继续什么 全额扣 继续全额扣 那么在这里一个提示 企业同时发生 扶贫捐赠支出 或其他共益性捐赠支出 都要干嘛 要分别核算 我们在计算 现了的时候 你要分别核算的 为什么 因为目标脱贫的 这个扶贫捐赠 我们是全额扣的 一般的公益性捐赠 按照会计利润的12% 这要注意区分 第五个是新冠肺炎 这个疫情的 捐赠的税收政策 社会组织或者现象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用于什么呢 捐赠用于应对 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的 一些现金和物品的 我们允许在计算 因纳税所得时怎么扣 全额扣 不用考虑12% 那么企业直接向承担 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 向医院捐赠用于 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的物品的 我们也是什么 全额扣 这种直接捐赠 我们说法承认的 你直接向什么 向承担这个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 捐赠一些什么 物品的 不是现金 是物品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全额扣 这时候我也让你干嘛 全额扣 清楚了没有 好 我们来看到单选题 20年某公司的利润总模 那有一千万 当年发生 公用性捐赠支出是多少 两百万 19年 截转到20年未扣的 这个公用性捐赠有30万 问你 20年度在计算 因纳税所得时 可以扣除本年的 公用性捐赠的金额 他问的是 可以扣除本年的 公用性捐赠金额 当时好多人 都不知道 题目中问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刚刚画的 你给我算算 20年的限额 知道题目中的是 20年的限额是多少 按照利润 一千万的百分之几 十二 也就是多少 一百二十万元 这一百二十万元 分为两类 一类是什么 以前年度的 还有一类是什么 当年的 以前年度的 有几万 三十万 当年的有多少 有九十万元 那么实际支出了多少 两百万 那你肯定只扣多少 九十万 题目问的是 20年因纳税所得时 可以扣除20年 本年发生的 公用性捐赠 但本年只能扣九十万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你纳税调整 调多少 当然先调减多少 三十万 然后再调整多少 一百一十万 那就这意思 但题目问的是 当年可以 这个扣除的 当年的 公用性捐赠 当年只能扣多少 扣九十万 为什么 因为一百二十万的 信用当中 三十万是以前的 那九十万就是今年的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很清楚了吧 那收益 对吧 又不复杂 那么这一讲 我们把有关的一些 税前扣除的一些项目 给各位考生做了一些介绍 那这些项目 重点给我关注什么 一个利息 一个业务招待费 一个什么 广告宣传费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公用性捐赠 这几个 请各位要干嘛 重点关注 基本上每年都在那 都在那里考 那么这里面的几个比例 调整 一定要去注意 好吧 那么这一讲 就给各位考生 介绍到这里